下車 下車 幫我擋啊 叫車未停 警方敲出盤查 駕駛卻拒檢倒車 嚇得後方Uber車內 女子精神尖叫 接下來的畫面更恐怖 駕駛踩油門往前繼續逃 警方開槍射擊 下車 沒想到車輛竟然撞倒立民圓境 卡進左前輪在地上拖行 那警察大哥就在下半身膝蓋左右吧 看著就直接從車底盤子撞過 對 他直接撞過去 凌晨三點半 台中大理大名永榮入口 警方攔檢微停車輛 駕駛卻心虛逃逸 導致圓境左腳踝鼓著開刀 還好沒有生命危險 原來46歲酌性嫌犯有毒品通緝 目前已經鎖定身分 全力追棄當中 同樣在大理也有偷車賊 極力反抗撞到緊用機車 可以借我一下嗎 不好意思 湧緊反應快跳牌後 跟民眾借機車繼續追 手臂有門了 手臂我叫你下車 下車 貨車開到建築工地逃無可逃 警方對空開了一槍 又對小貨車左後輪開三槍制止 總共四槍壓制嫌犯 這下除了竊盜罪 還要被加重妨害公布罪一送 付出代價 記者 韓志欣陽 生理雲傑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